HELLO 歡迎收看 GameplayHK的遊戲資訊 這條影片就跟大家跟進一下 Sony 推出的最新產品 早前都拍過片講過 起初就以為它叫做 Q Knight 官方正式發佈的時候就叫它做 Project Q 去到 Gamescom,Sony 終於公佈它的正式名字 這個名字真是可圈可點,誰改的 PlayStation Portal 絕對會令人聯想它的宿舍會是 PSP 大哥,兩部機完全不同的東西 不要讓一些錯誤期望玩家好不好 有看我們之前的影片都知道 這部機不是正式的手提遊戲機 是不可以獨立運作 需要開著你家的PS5 透過Wi-Fi連線串流到這部PlayStation Portal 所以官方名字上還多了一點字 就是PlayStation Portal Remote Player 中文就是遙控游玩器 在規格上就沒有額外新的訊息 都是8吋FHD螢幕 刷新率就有60Hz 沒有透露是用什麼處理器 不過如果是玩串流其實需求就不需要很大 最實際其實在 Gamescom 公佈了價錢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之前外國傳媒就猜猜如果超過200美元 這部機就沒有什麼競爭力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巧 官方公佈售價是199.99美元 200元還可以找回一仙美金 給你競爭力是不是大了很多呢 換算回港幣 大約是1560元 預計今年內會上市 先不問大家有沒有興趣 對了,再了解一下功能 外國傳媒試玩就說 除了可以串流玩PS5遊戲之外 都可以用PS5的程式看Netflix、YouTube都可以 以此估計就不是用Android 那就用回自家的系統 其實我寧願它用Android多一點 多個友人買 因為你可以用來玩其他手機遊戲 有一個手掣給你用 之前有猜測會不會只可以同一個WiFi network 官方就說不用 就算身處家裡外面 只需要連接一個良好的WiFi 都可以用到Remote Play功能 另外還公佈了一些不可以串流的遊戲 不支援需要耳機組的PSVR2遊戲 以及PlayStation Plus Premium雲端串流的遊戲 還以為它可以推廣串流服務 都不是 所以PlayStation Proto唯一最好的地方 和其他平板不同 就是自帶了一個JuSense手掣 支援觸覺反饋和知識應速發器 說外形又真是見人見智 有網民就說手掣很大塊很外眼 但是手掣又是賣點 雖然我沒有拿過上手玩 但都幻想到應該都好拿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定位 而Sony都講得明白 它的定位就是如果你跟家人同住 有人需要用電視你打不到機的話 就可以用這部PlayStation Portal回到房間 舒舒服服的打機 我自己就這樣認為 如果Sony之前沒有創造一個Remote Play App 想玩Remote Play一定要用PlayStation Portal 這部東西就吸引力大了 最後再問一問大家 如果你想玩Remote Play 你是會用手提電話? 還是大一點用Tab來玩? 還是我有錢買多個產品 我的東西分得很開 電話還電話 Tab還Tab Remote Play有專用的裝置 究竟你是哪一類? 給個意見 留個贏 告訴我 喜歡我們報導遊戲資訊 記得Like 以及收藏給朋友看 最重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下次見 Thank you Bye Bye